我叫白刚健,他叫刘春波,五九年十月一日,于对能美平作为贺礼,刘春波成了我的老婆,那年他才十八岁,如今我们一起走过了五十四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自己不会爱了,今天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爱情。 我们有请下一位告白者,掌声欢迎。 我帮你拿上来,我帮你拿上来,这谁家的姑娘,长太漂亮了,来上来,上来。 你今天到这来干什么呀? 你今天到这来只是唱歌的吗? 那你唱歌是为了什么呢? 这里面是什么呢? 礼物 礼物啊,给谁的礼物? 礼物 那咱们先唱歌好不好? 唱小星星是吧? 嗯 要音乐不? 来,你音乐起 好 爱情 聊 IN 又一 bore 你听我是什么 待命 啊 我和小孙女 哎,你还有 muod 谁 我感情 这月 要做小孙女 送 Foster 有点走神 恶上得非常好听 但你要说清楚 你今天帮爷爷怎么帮呢 不能告诉你的 待会儿等爷爷上来之后 你再帮他 那你现在是先下场 还不忘记带这个 生个这样的女儿 是我终生的愿望 今年要加油努力 你好 老爷子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我叫白康健 今年我79岁了 那您今天到这来 像我的老伴真情告白 那个爱人是74岁 我们结婚已经54年了 没有做懒命的事 那你当初跟他求婚 你也没告白 他主动地追求我 我喜欢和他的性格 他像那个 咱们现在说就像野蛮女友 野蛮女友那种性格 这54年来 你一生我爱你都没说过 从来没说过 你心里说过吗 心里说过 那他今天会来吗 54年了 一般的我在哪 他就在哪 我相信他今天一定会来 他知道这事吗 他不知道 小孙子办那个儿童节目 这么跟他说来 实际我是对他 是想真情告白 54年来想说的话 全都说了 全都要说出来 那你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准备了 你看啊 我一定要说 我相信他一定来 别那么自信 男人不能太自信 男人总是容易在女人面前 在跟头 是吧 我有一定的基础 你看 我有一定基础 来老爷子 请站到 开启告白之门的 按键旁边 问一下老爷子 您老今年70多了 我想今天这个 特别的时刻 会让您记忆一辈子 我再问一下您 如果阿姨今天不来 你可咋办呢 我想办法 让我的闺女 怎么把她骗来 她要是来了 她又突然之间 害怕给跑了 怎么办 不会的 真不会 如果会 你要上前抱住 好吧 来让我们一起 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二 三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来 刘奶奶 慢点 慢点 刘奶奶 您知道您今天来干嘛的吗 是为这小孙子 这小孙子演节目吗 我看他来了 心情特别高兴 您知道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吗 我也不知道 唱歌 唱小星星 您会唱吗 唱不好 让您小孙女教您唱一遍 行 行吗 小孙女会唱 小孙女 教奶奶唱小星星 可以吗 那你戴个头儿好吧 好 来 预备 起 我唱完了 儿童节目到此结束 你下去找妈妈 把她框走真不容易 她死活拽着这个不松手 她怕丢了 儿童节目到此结束 现在进入成人时间 男女爱情不分老少 不分年龄 你被告白过吗 没有 从来没有 没有 那岂不是特别遗憾 老爷子就没说过一声我爱你 没说过 想不想听 想听 为什么 因为我跟她结婚54年了 从来没有说 说就这什么 搂搂抱抱 亲亲的 亲我我 我爱你呀 用嘴表达 怎么样 好啊 从来没有过 谁让咱当初追求的是人家 对吧 追求的是这个人 不是他 你追求他的时候 你说过表白的话吗 我也没说过 说我爱你 我跟那狗子像我 俩交朋友吧 从来没有 我不会那个竹蒜 他很爱心的教我 准备了竹蒜 这样呢 一点就教我们俩 这样的感情了 所以说要好好工作啊 工作是爱情的基础 那好 白爷爷 那接下来 我就把舞台交给你了 接下来是 白爷爷的 告白时间 是 还愿意 还愿意 自己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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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爷爷 我来了 来 小心小心 慢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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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谢谢 谢谢 爷 我这个 从来就没给你送过什么礼品 今天我要浪漫一次 我们要从今婚走向钻石婚 可能要更长 来谢谢你 谢谢 已经骗我 你还有四方钱呢 这以后我快得注意 这不是为了你啊 送花 送项链 怎么样 刘奶奶 还满意吗 今天是不是觉得 这几十年来的委屈都补回来了 他对不起我 那今天呢 今天他做的 有点滑道 我费不得了 对不起 你说 我费不得了 我费不得了 你 有点赞 我费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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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